今日本土確診再增84587例 前疾管局長蘇毅仁分析 近期中南部疫情有升溫的跡象 詳情交給記者周又萱 原本指揮中心預估在520 也就是昨天的時候 單日可能會突破10萬例 但是可以看到這兩天 都是8萬多例的本土個案 也就是說台灣是否已經達到了高峰期呢 但是像是前疾管局局長蘇毅仁 他就認為說 目前我們還沒有達到高峰 而是這個數字還會再持續的攀升 因為他講到了根據國外的經驗 感染Omicron之後 全國的人口染疫率大約會是2到3成 換算下來呢 台灣可能會至少有470萬人確診 不過目前我們本土大約是只有百萬人 在今年的時候染疫 所以他認為說 可能整體的數字還藏有很多的黑數 他分析其中的原因 雖然現在雙北看似是比較趨緩的 但是很多人可能是快篩陽性 因為工作上面的一些考量 所以不願意去採檢PCR 另外呢PCR的人力可能也會不足 導致案例較慢會出現 而且他更分析了 目前我們台灣可以看到 整波的本土是慢慢的往中南部在蔓延 他特別舉台中為案例 可以看到在5月15號的時候 台中大約是突破了4000例 但是到了5月20號的時候 就已經突破了7000例 而且在台南還有高雄 也都是有類似的趨勢 所以蘇一仁認為說 這些都更要值得關注 研究發現OMICRON的亞變種BA-1變異株 在許多物體表面上能穩定存活一段時間 而且比原始病毒株更加穩定 再交給佑萱 大家都知道OMICRON它的傳播速度呢 是比原始株還要更加的快速 而且傳播力也更加強大喔 所以香港大學就有針對了BA-1 這款變異株來進行研究 發現到說它在多種物體的表面上 能夠穩定的存活一段時間喔 首先可以看到BA-1的變異株 在紙巾上面長達時間 居然可以停留30分鐘 而且印刷紙像是報紙等等 也有多達15分鐘 都是具有活性的 而我們常使用到的 像是聚餅機的塑膠 以及玻璃的表面 也能長達達到了七天之久喔 不過呢 原始株最多就是停留四天而已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這個BA-1在物體上面停留的時間 確實和原始株是有一段差異的 就連呢在光滑的不鏽鋼面上 存活的時間居然是超過了十天 所以呢透過這項研究 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OMICRON它的這個傳播途徑 可能也會是因為物體受到了污染 進而傳播的 來看看確診者要怎麼吃比較好 現在很多的確診者呢 都是在家居家照護 那到底該怎麼吃 才能儘快的恢復體力呢 有營養師就分析了幾項的條件 來提供給大家喔 首先可以看到呢 像是每餐都要有足夠的蛋白質 因為這對於組織的修復 還有代謝的恢復 都有很好的幫助 第二點就是要吃這個含有維生素C的水果 像是木瓜芭樂還有百香果 都會是不錯的選擇 以及要攝取足夠的熱量 像是呢 全骨雜糧類 就能夠提供熱量以及微量的營養素 但是最關鍵的是 每天都一定要喝至少2000CC以上的水喔 如果想要有一些替代品的話 像是電解質的補充品 果汁 豆漿以及牛奶也都會是不錯的選擇 而大家都知道說呢 感染了Omicron之後 很常出現的症狀就會是喉嚨痛 所以呢 營養師就講到了 大家或許可以利用漱口 來緩解口腔之間的細菌病毒 而如果說吃不下東西的話 或許也可以參考 像是溫度低的食物 以及呢 這個優格 冰淇淋 都會是比較不錯的選擇 如果說是食慾不振的話 或許也可以採用少量多餐的方式 也就是盡快的來恢復體力